好 朋友们好 欢迎从小朋友来到网校 我是万能章 今天我们进入我们选修三抗商热学这本书的最后一节课 讲一讲我们的热力学定律 因为我们是同步班 所以我们就不做太多的引入 直接进入我们的主题 讲一讲我们的热力学定律 首先是我们的热力学第一定律 它的表述方式是这样的 说一个热力学系统的热能的增量 等于外界对这个系统对它传递的热量 和外界对它所做的功之和 同学来读题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这里面有几个关键的词汇 一个叫做外界向它传递的热量 一个是外界对它所做的功 这两个东西 那么用功式表达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这样的 对它U代表内能 对它U指的是内能的改变量 那么Q代表我外界对它传递的热量 W代表外界对它做的功 那么这个系统写出来之后呢 同学们可以注意一下 比如说外界对你传递了石胶的热量 那么Q等于石没有问题 如果你向外界传递了石胶的热量 Q应该等于负石 代表你的热量变少了 那么W呢 比如说外界对你做功 比如压缩了一下 这时候呢 它对你做了石胶的功 那么你们的W就等于石胶 反过来如果说你对外界做功的话 那么W就是负的负石胶 同学们这一个点 需要同学们简单的注意一下 那么关于什么是内能的话 其实在初中 同学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认识 好像就是一个物体所拥有的能量 那么到底这个物体 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能量 称之为内能呢 在高中 我们将从更加本质的角度 来解析这个问题 对于固体和液体来说 因为分子和分子之间是相互靠近的 所以对于固体和液体来说 分子的势能包含分子的内能 我们应该是固体和液体的内能 讲错了固体和液体应该包含两部分内容 第一个是固体液体它们本身 以及里面的电子它运动的动能 其次呢还包含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势能 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 两个分子相互靠近或者相互远离的时候 它们都会产生我们分子的作用势 那么当我们的温度上升的时候 同学们想象一下 比如说你去烧开水 对不对 或者烧一块铁 你在烧的时候呢 你让我们这个铁块或者是水 它的内能增加了 这个内能其实被分配到不同的两个能量上去 首先呢 它使我们的内能增加 其实呢 它会使我们的势能增加 但有一些状态会比较特殊 比如说在水蒸发的时候 什么都知道 比如说水在蒸发的时候 它保持一百度的温度不变 这个时候呢 水分子它的动能是不变的 因为我们知道 分子的平均动能正比于我们的温度 既然温度不变 我们分子的动能就是不变的 那一百度水变成一百度的水蒸气 分子的动能不变 所有的能量全部都用来增加我们分子之间的势能 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 就是发生物质变化的时候 包括我们从物体变成液体的液化 包括从液体变成气体的蒸发 沸腾都是可以的 那么对于另外一种非常重要的物质状态 就是我们的气体 对于气体来说 内能呢 它就是我们分子的动能之和 那么温度比较高呢 我们的内能就越大 因为气体比较特殊 因为气体分子之间的距离特别特别的远 所以可以忽略气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势能 所以没有势能之后就只是下动能了 所以对于气体来说 所有的内能都用来 所有的内能都是我们分子运动的动能 也就是说一个物体它的温度上升了 所有的能量都用来提高我们分子本身的动能 那么以上是我们对于任意学基地率的一个简单的诠释 那么关于我们任意学基地率它有一个推广 就是我们一个宇宙中最神圣的一个地率之一 叫做能量守恒地域 对地域的话我们在必修二这本书 机械能守恒那个当然你也学过 我可以读一遍 能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虚 它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外一种形式或者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别的物体 在转化或转移的过程中能量的总量保持不变 这就是我们的能量守恒定律 就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 同学们大概有这个感觉就行了 不需要你把背下来 因为考试的时候不可能考你这个什么定义 也不可能考你填空题 不会考的 那是我们初中考的方法 高中绝对不可能考你定义的记忆 以及我们的前控 关于我们能量守恒定律 它有一个推广 第二就是涌动机是不可能构成的 因为早期的时候 人们对于宇宙的规律认识的不那么清晰的时候 总希望能够造出来一种机器 这个机器不需要任何的外在能源就能自己运动起来 比如一辆车子 你不需要加油 也不需要太阳能 也不需要电能 它自己能开起来 这就是涌动机 那么当时可能设计了很多非常精妙的涌动机 甚至有的涌动机 让物理学家来看都感觉好像能跑起来 但最后造出来之后 发现都是不靠谱的 那么现在我们从一个更加朴素 更加根源的角度解释 为什么所有的涌动机都不可能成立 因为能量不可能凭空产生 你如果像造出来一个机器能够永远动的话 它就能够不断的凭空的产生能量 这个是违背我们的热力学低音定律的 违背我们的能量守恒定律 所以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那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些题目 就是把我们那一个公式应用 做一些简单的练习 因为那公式就一个 叫做等下U等于Q加W 同学们在计算的时候 只要你严格的按照公式来算 就没有问题了 首先是我们的例题一 那么气体膨胀对外界做工是负了100焦 同学们告诉我W等于多少 是100焦还是负100焦呢 对外界做工 所以是负了100焦 其次从外界吸收容量是40焦 那么Q等于40焦还是负是40焦呢 同学们告诉我 应该是从外界吸收 所以应该是40焦吧 我变多了嘛 所以该它又定多少呢 W加上Q等于负100加40等于负的60焦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我们的2B选项 中学们在做这种题的时候 只需要把正负搞对了 那么基本上就不大可能写错了 那么看我们接下来 在这个09年重庆的题目 我们一起来把题目看一下 说封闭的有气体的塑造屏 因为外界的封闭的塑造屏 因为外界的温度降低而变扁 在此过程中它应该是什么 我们可以想一想看 首先这工具肯定是存在的 这个DLU等于什么呢 等于Q加上W 这个式子它永远都是成立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式子中哪些量 我们是现在可以看出来的 比如说ΔU是正的还是负的 能不能看出来 ΔU是变多变少 能不能看出来 就是类能到底是变多变少 能不能看出来 应该是可以看出来的 因为它告诉你说 外界的温度降低了 外界温度降低 是不是让我们这个里面的 那个频率里面气体温度也降低了 频率里面气体温度一降低 是不是频率里面的压强就会变小 这时候呢 外界的大气氧气氧不变 它就会压缩我们的瓶子 让我们的瓶子变扁 所以呢 瓶子里面的气体温度 它肯定是什么的啊 相机的 我们知道对于气体来说 温度越高 内能越大 温度越低 内能越小 所以呢 我们的内能 它肯定是变少的 所以它应该是负的 其次呢 我们可以看一看啊 我们的Q和W QW能不能看出来呢 感觉好像没有任何明显的字眼 告诉我们到底 W是正的还是负责 Q是正的还是负责 但是你可以看一看这样的东西 它说瓶子被压缩了 对于一番气体来说 气体只要体积膨胀了 肯定是对外界做工的 气体如果被压缩了 外界对气体做工 那么你看看这道题 这道题气体 我们瓶子里面的气体被压缩了吧 所以说明外界对于我们这个气体 是有做工的 所以呢 我们的W 它应该是正的 那么下面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啊 我们的内能改变量是负责 W是正的 所以呢 我们的Q肯是负责 所以肯定是对外界放出热量 中上所述我们来看一看啊 应该是放出热量 内能变小 所以选什么啊 选择我们的B选项啊 当然C也是正确的啊 外界对气体做工了 因为W是正的 然后呢 内能是变小的 所以答案应该选择2B 以及3推选项 选项啊 就是个09年重新的题目 其实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因为很多人他不能够从我们 其干中读住 我们题目的隐藏条件 比如说不能够从温度降低 得到我们的内能是减少的 不能够从我们被压扁 得到我们的做工事正等 我们就好了 好了 好 谢谢大家